自从他的老大哥哲己之后 他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 起初他就是为运载主战坦克 重型火炮和导弹系统等武器系统而生 货舱的总体积为1160立方米 装卸货物可以通过机头舱门和后舱门跳板同时进行 货舱地板的高度可以调节 让飞机向前倾或后倾以便于装卸 同时货舱里装有两个电动脚盘和四个电升降脚车 最大起跳重量达30吨 巡航飞行时每小时耗油10吨 超过巡航高度爬升时耗油量则增加到17吨 这就是N-124运输机 由前苏联安东诺夫设计集团设计 机身长达69.1米 高20.78米 尾翼高达7层楼 飞机翼展的宽度达到73.30米 相当于一个城市的街区 最大载重量达150吨 正常载重量可达120吨 最大起飞重量405吨 最大飞行速度865千米每小时 能够一次性装载213吨燃油 20世纪70年代 为了满足苏联空军对超重型运输机的需求 并且性能要优于它的美国对手 洛克希德公司的C5银河大型运输机 苏联空军提出研制一种 比N-22安泰涡奖运输机更大的战略运输机 于是在1972年2月2日 前苏联政府通过了N-124项目的研制决议 并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位于乌克兰基辅的 安东诺夫设计局 安东诺夫设计局一开始提出的方案最大起飞重量 是N-22的两倍 并制造出了一个全尺寸实体模型 不过苏联空军认为该方案不够先进 于是安东诺夫设计局重新提出了一个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 这架新的四发军用运输机取名为鲁斯兰 北约称之为突英 它的特点是采用了一系列在苏联这个级别的飞机上 从来没有用过的尖端技术 包括为提高其性能而采用了超灵界机翼 电船操纵飞行控制系统 为减轻重量而采用制造大尺寸机体结构部件的 先进加工方法和材料 此外该机采用了全新的发动机 伊夫琴科前进设计局的第18T高含道比的涡扇发动机 是苏联第一次设计和制造这种类型的发动机 1986年第五架原型机参加了英国范登堡国际航展 引起了国际轰动 1986年1月N124交付使用 1987年全面投产 时间到了1997年已生产了54架 年均生产5架 至2000年其中26架在俄军服役 自从苏联解体后 该机主要作为商业租赁用途 为大量西方客户提供了空运服务 这不仅拯救了N124的命运 还挽救了安东莫夫公司筑机盈利 创造了20多项各种世界飞行记录 也得到了国际联合航空委员会的承认 今天他们要运载一套大型风力涡轮机 在德国的一处机场一对重型卡车 正在接受安全检查 卡车上满载着巨大的木板箱 里面装载的正是重达95吨的风力发电设备 这些货物接下来将全部装进N124的肚子 并历时两天 总航程达12000公里的飞行运输 最终抵达地球的另一端之里的圣地亚哥 这里有10个巨大的木板箱 重达55吨 另外有一个装着电机转子的箱子 重约40吨 这一趟运输的费用高达120万美元 接下来他们有4个小时的时间装载货物 魏安东诺夫124装载95吨的货物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机舱内部安装有内置的吊机 单台吊机的最大起重重量为10吨 但是外面一件货物的重量就高达几十吨 飞机自带的起重机无法承载这个重量 所以他们要用到停机坪的设备 工人首先将一个可移动的平台放置在滑轨上 再将货物放在平台上 通过铁链和脚盘拉到机舱 这架巨兽就像一个大渡轮 机头和机尾可以同时打开 货物可以从两端同时进出 巨大的货舱可以一次性容纳42辆小汽车 机头装有自动液压装置 并且在装卸时可以将机身降低 根据重量分配货物的位置至关重要 因为事关飞机的平衡 最后还需要铁链牢牢地固定住 哪怕小小的位移 都会导致飞机的重心不稳 如果尾部过重的话 会扰乱通过机翼的气流 这会导致飞机坠落 他们首先要从最大的 装有巨型转子的木板箱进行装载 货箱将穿过机头进入机舱 经过60分钟令人抓狂地折腾 才将40吨的木箱固定完成 此时其余的组员拆下了扎道和滑轨 因为另外10箱货物将从机尾装载 10吨以下小件货物的装载相对容易 直接利用飞机内置的吊机吊起 机头在货物装载完毕之后升起 巨大的舱门开始闭合 随后加油机为货机的第一段航程 加住了62吨燃油 接下来他们将面临两天的旅途 在西班牙补充燃料并修整 京亭福德角群岛 在巴西类西斐和里约热内卢 两次惊停之后最终抵达智利的圣迪亚哥 此时机长亲自绕机一周 对机翼、门栓、照明和舱门等外围 做了起飞前检查 他的18名机组成员中 包括引擎修理专家、电子设备专家 飞机内部看起来像杂货铺 甚至在机舱墙壁上满是轮胎和润滑油 还有在飞行中可以用来快速修理的罗斯罗姆 机组人员正在核对货物重量 燃油配载和目前的气象条件 他们已经准备好起飞 此时机身的自重、外加燃油和货物 总重已经达到330吨 想要成功的起飞则需要2750米长的跑道 由四台硕大的第18涡轮引擎产生20万磅的推力 在15秒钟以内滑行速度能达到257公里每小时 最终跑完跑道时速度将高达290公里每小时 然后成功升空 第一程是从杜塞尔多夫到西班牙的维多利亚 飞行时间2小时30分 飞行高度达到10668米 这里没有头等舱 技术组员的简陋舱室位于基尾 整个空间不足一平米 很快在晚上的9点整 他们到达维多利亚补充燃油 一名技师在观测燃料家住 机舱里的每个人都忙着准备下一程飞行 接下来是从西班牙制服的小群岛 经过长达4小时的飞行 在那里他们要休息12个小时 机组成员最大的工作时长 不得超过18个小时 但对于技师们来说 好戏才刚开始 从西班牙至此 仅4小时的飞行就消耗了82吨燃油 所以再次起飞前油箱需要加满 M124在空载条件下 可连续飞行14小时不用补充燃油 但是当它装载了95吨的货物后 最大的飞行时间只有5个小时 在飞机加油的同时 必须再次检查到捆绑货物的链条 是否松动 凌晨4点整 所有的技师们才被批准离港 12小时之后 所有人都回到岗位 准备后一半12000公里的航程 第三段航程 由福德角飞往巴西 飞行时间4小时 飞行高度8534米 在这里也只是停留了45分钟 加住42吨燃料 第四段航程 他们将飞往里约热内卢 飞行时间2小时45分 也仅仅是京庭加油 最后一段航程 从里约热内卢 到智利的圣地亚哥 飞行时间4小时19分 该段航程是整个两天旅途中 最艰难最辛苦的飞行 因为他们一直在黑暗中飞行 在飞越安地斯山脉之前 是见不到阳光的 不过由于圣地亚哥机场大物 最高能见度基本为零 至于着陆只能依靠着陆引导系统 这套系统会发出两个指令 建立精确的飞机横向和纵向坐标 自动驾驶系统会收集这些信号 来保证飞机能精确地飞行 在降落轨道和滑翔坡道内 致此货物准时送达 同时也吸引来了大批的拍照人群 在乌克兰基辅的维修仓库里 世界上最大的飞机N124 正在接受一次C级检查 每当它飞行2000个小时后 都会安排一次强制性检查 C级检查并不是单纯地打开引擎盖 踢几下轮胎 绕车看一圈就能完事 全程将耗费三周时间 包含飞机引擎 电子设备和机身结构的检查 而更加严格的是D级检测 耗时三个月检测到飞机的每一个螺丝 接下来要接受起落架测试 和精益的压强测试 还要重新安装两台经过大修的引擎 因为飞机自身只有20年的飞行寿命 但是经过升级飞行寿命将超过40年 工程师现在正在将引擎挂上飞机 安装好引擎主风道 并仔细查看每一个微小的瑕疵 同时一定要检查飞机底盘的每一个细节 主起落架和M124飞机上其他零件一样巨大 每边有五组复式轮胎分担着机身重量 如果一个轮胎别了 其他的还可以分担负载 工程师必须确保每组轮子 每次伸出和收起都准确无误 他给机舱发出技术指令 依次分别测试五组起落架的工作状态 防止出现液压泄漏或威胁到起落架的隐患 就在快结束的时候 他们发现最后一组起落架 出现了收缩不灵敏的小故障 通过反复操作他们发现 这应该是液压压力不足 好在这个问题通过在驾驶舱里的调整就可以解决 接下来他们针对M124机翼的第一机翼组件 进行了一次耐久度测试 实际上就是让机翼承受极限的压力 在压力实验室里 他们将模拟机翼在实际降落中遭受的压力和震动 然后震动数据被传输到电脑里 工作人员进行监控记录 这个要求就是越结实越好 M124的尾部和底盘都要经过同样的测试过程 如果飞机任何一个部件测试失败 它就不能继续服役 此时四台经过大修的涡轮引擎 其中最后一台也安装到位 他们通过巨大的力矩扳手拧紧螺栓 这种扳手能精确控制施加载螺栓的力道 尤其是在机翼上安装一个重达10吨的引擎 每一颗螺栓都至关重要 当一切完成之后 这架飞机又可以翱向于蓝天白云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您对此类视频感兴趣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 咱们下期再见